如意传最早下线的怡萍 竟然是历史上乾隆贵妃玉被影 在后宫毫无存在感的她 平时还有这个资格呢 怡萍的一生又经历了什么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如意传中的怡萍 名叫黄岐莹 是个全剧镜头 加起来不到一级的小透明 她原本是狼化在前邸时的侍女 因为长得有几分姿色 就被狼化取见给了红利 成了前邸中一名小小的侍妾格格 扎龙登基后被封为了仪贵人 始终依附在皇后狼化身边 发生在小黄身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被诊断出有孕之后 遇到金玉岩的暗害 在她怀上龙蛋之前 金玉岩的目标还是小琵琶金白瑞姬 金玉岩为了自己生下贵子 直接设计白瑞姬吃下有猪砂的鱼虾 害她生出个鬼胎 谁知解决完了小琵琶金后 黄琪莹拥有了身孕 于是金玉岩偷偷在她的住处涂了蛇霉 导致毒蛇进屋 黄琪莹受到惊吓 然后小黄又被设计住到了如意宫中 之后金玉岩故技重施 她缩使速裂在影池中下水银 导致黄琪莹的孩子不到三个月就没了 从这里就能看出 黄琪莹这人没一点宫斗技能 都有前车之剑了 也不知道长点心 等到孩子没了 黄琪莹还一心认定是如意害了自己 想直接用发簪行刺如意 之后机遇过度又雪崩的她 早早就撒手人欢了 可以说黄琪莹算是如意传中 死得最憋屈的一个妃子了 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害了自己 妥妥的工具人没错了 那问题来了 历史上的怡萍也是如此吗 为何说从未踏入紫禁城的怡萍 比金玉岩还要受宠 黄琪莹的原型是乾隆帝的怡萍皇室 皇室出身正皇席褒衣 这个家世并不算高 她在雍正年间进入了弘历府邸为侍妾格格 在雍正九年的时候 皇室怀上了乾隆的孩子 但不知因何原因这个孩子没能生下来 1735年 弘历登基为帝 在乾隆给后宫的妃子安排位分时 皇室被赵封为了嫔 要知道皇室的家世在同批的前底救人中 也就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她也没有生下任何子嗣 按理说顶多算个贵人了 和她家世相当 同样没生孩子的金家世就是如此 而乾隆却偏偏给了皇室个平位 让他成了后宫中第五号人物 可见乾隆早期对皇室的宠爱 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个原因 当时和皇室一同非平等 还有早就生下皇子的苏氏 也就是未来的纯会皇贵妃 另外乾隆再封皇室为平池 还将皇室的娘家 从内务府褒衣馆里抬到了褒衣佐里 别看还是褒衣 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跨越了 要知道皇室家里没有在朝中为官 所以不是因为在前朝立功或龙抬齐 而完全是靠乾隆对皇室的宠爱 虽然乾隆上了年纪之后 很喜欢给妃子家里抬旗升官 但在他继位之初可就给过两个人此等殊荣 一个是父亲治水有功的高贵妃 还有个就是皇室 大家知道这份量有多重了吧 如果乾隆的宜嫔多活几年 有可能尚未成为贵妃吗 在乾隆下朝封皇室为嫔后不久 皇室却重病去世了 乾隆悲痛之下追封他为宜嫔 所以按照时间线来算的话 怡萍在还没有真正入住紫禁城的时候 就嫁贺西去了 实在是非常可惜 现在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怡萍没有那么早去世 他会有何种境遇呢 首先 以乾隆对他的宠爱 加上他之前怀有过身孕来看 如果怡萍身体健康 之后还是很可能会生下个一儿半女 他作为被乾隆重视的前邸旧人 在后宫中只要有了孩子傍身 那封妃封贵妃是指日可待 这点最好的实践者就是纯慧皇贵妃苏氏 苏氏只是个汉人 在家世上远不及在其的怡萍 这样的开局他都能平生孩子 一路走下皇贵妃的位置 那比他更受宠 家世更好的怡萍不就更有可能了吗 再者 就算之后怡萍再也没有生育 也逐渐失去了乾隆的宠爱 但他也可以像之后的晚贵妃陈氏一样 单靠资历熬上去啊 不管怎样只要怡萍还活着 总能走到更高的位置 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 本该有着光明未来的怡萍 就这样死在了进入紫禁城的前夕 在怡萍死后的第二年 他的父亲被乾隆赐予了 圆明圆额外副总领的差事 因怡萍去世而落魄的家族 又得到了些许荣耀 大家觉得要是怡萍还活着 能成为乾隆的贵妃吗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